好冷啊 是啊, 其實連年冬天都真的很想去歐洲 下雪, 聖誕節, 再加上一杯熱河河 整個又溫泉又浪漫, 是的 我就知道台灣有一塊地方 號稱好像歐洲莊園的地方 就是南投, 這裡 現在好像在艾爾卑斯山一樣 過了很冷的生活, 有個很暖粒的太陽照耀著我 這樣很舒服 海拔1750公尺的清境, 一共分成兩大區域 分別是清清的草原和觀山木區 而草原上的大明星, 當然是霧盛盛的綿羊 農場亦都開放牧羊的活動體驗 早上8點準時將羊咪咪又讓舍趕到清清的草原上 在趕羊的路途之中, 會經過馬路 牧羊人就要時時刻刻留意綿羊仔有沒有走失 還必須要擋著路過的車 讓羊咪咪可以安全過馬路, 直奔去草原上 已經看一看錶時間都不早了 海晴、阿彤, 開工了 我們今天有一個很重大的工作 我們要來趕羊了 說這些羊? 是否還沒趕羊呢? 沒有, 怎樣趕羊呢? 你要伸開一隻手 然後說一個很簡單的詞, 叫做OA OA, 是嗎? 是呀, 所以趕它就走了 因為它們稍後要去清清草原吃草 所以我們今天要做牧羊人? 是呀, 沒錯 那我們就今天在後面了 好, 像看傻瓜一樣 OA, OA OA, 走吧 OA OA 好有成就感 OA 它心情很好啊, 現在 而且高山上的空氣真的很好 為何這些羊那麼懂得走這個路呢? 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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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晴, 我剛才帶你去遊園北歐 現在你來到余大利 你有沒有看到我們眼前這些歐洲小村? 我們等一會就要住在這裡了 有呀, 我完全想起以前去歐洲玩的感覺 而且這些座位真的很特別 整個可以像看到外國人坐在這裡 吃鹹茶, 喝紅茶的感覺 對, 這裡不僅如此 進去更漂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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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大廳完全像歐洲風 我還看到壁路, 很漂亮 現在感覺到我自己的身體全都暖了 而且剛才看到威尼斯的面具 真的很熟悉 真的很有意大利的風格 而且你看 這個一望無際的景色 還有很多不同的建築物 但這個風景真的很漂亮 對, 這裡直接派一個歐洲的三宗小鑽 但說了這麼多 我們現在不是應該去那間房間嗎? 房卡也拿了 我們還站在這裡做什麼? 快點過去吧 走吧 這間位置在清景高處的民宿 目前一共有三棟建築 每一棟的風格都不同 但一樣可以眺望無敵的山林美景 尤其是日出和夕陽 更加漂亮如畫 好像在拍MV一樣 不過你們不要只顧著拍片才行 記得快點Check in 讓我們看看房間吧 哇, 海情 這裡是不是很漂亮? 這裡除了很現代的房型之外 還有很歐式復古風 你看這裡的窗簾堡 全部都是運用了中世紀的洛河河風格 你看上面的三角影 是不是很有貴族的感覺? 對, 我很喜歡這種 牆壁上面有很多不同的花 有一種古典的美感 再加上這裡的傢伙和床 都是十八世紀歐洲的感覺 突然間我真的覺得自己變成歐洲的貴族 對, 哇, 外面的景色真的超美 這個是歐洲的山景 而且你會否覺得氣溫 有種瑞士的感覺? 對, 很痛 這裡就是少許冷 這麼美的地方 我待會就好在床上睡一覺 不行 因為我要帶你去一個 歐洲人都會做的事情 什麼事情? 去歐洲一到下午 就一定要喝茶喝一杯餡茶 這個雙層的喝茶 看起來真的很高級 又有朱古力、餅乾、鬆餅 但是呢? 你們有沒有蛋糕? 我的蛋糕是下午茶的蛋糕 對, 我跟你說 因為這裡很高 在山上受到地理環境的陰衛 所以蛋糕又不容易保存 所以就沒有了 不要緊, 吃鬆餅和餅乾都可以 對, 剛出爐熱辣辣的鬆餅 冬天吃得挺好的 對 對, 我問你一個問題 這個就是二人餐 對 你顧一下多少錢? 突然間吃不下口 二人餐在台北 應該要七八八百元 再加上現在在這麼高級的地方 是不是一千元? 真的, 我這次有幫你省錢 對 你試著 我這次有幫你省錢 這個才是五九九 還有台幣 很好啊 很划算 好…這個漂亮, 我再加上 可以 好, 乾杯 好, 乾杯 對 這裡又有好食物 風景又美, 真的很舒服 其實真的沒想過 在台灣居然可以有這麼冷的地方 給我們體現這種歐式餡茶 嗯 再加上冷冷的冬天 就要喝這些熱飲料 再加上這個高熱靚的甜品 啊, 少許香心 高熱靚 但是呢, 真是很幸福 頂得順的 這間民宿除了提供下午茶之外 夜晚亦都有西餐食 歐式鄉村感的餐廳 配以溫暖的黃色燈光 溫馨的氛圍 亦都很適合一班親友在這裡團聚 餐牌上很多選擇 不單有德國豬腳 法國的普羅王絲春雞等等的歐式料理 最棒的是還有蒲菲食 就算在高高的山上 也不需要擔心餓著肚子 今天 studios ich cur待不滅 Dual tax 身屬紅 くbad 之餐 似乳